JuPERS大学联招办法 申请报读港大中医过程 各位今年考DSE的同学 以下是利用JuPERS报读中医全科学士学位课程 JS6482的重要贴士 港大中医收身主要看三大方面 DSE成绩、面试表现 和选择科目的优先次序 第一方面有关DSE成绩 报读中医最低入学要求是 四个核心科目 英文要达到三级 中文要达到三级 数学和通识要达到二级 另外两科选收科要达到三级或以上的成绩 其中一科必须是生物、化学、物理、综合科学或组合科学 值得留意的是 今年港大中医收身也采用了香港大学的联照加分机制 2018年以前在计算入学总分数的时候 考获5分的同学会当成5分 5升就当成6分 5升升就当成7分计 但今年在加分机制之下 5分会当成5.5分 5升就当成7分 5升升就当成8.5分这样计算 而考获1-4级成绩的计算方法就没变 港大中医最低收身分数要求 是DSC最佳5科成绩要达到27分 第二方面 有关面试 港大中医药学院会邀请报读港大中医的JUPS同学 在2020年7月3日进行面试 面试会以小组讨论和问答环节的形式进行 6-8位同学一组 面试分为3个部分 中医趣味问答 自我介绍 英文作答 小组讨论 10分钟阅读题目 10分钟讨论 中文作答 主要考核同学的 沟通技巧 分析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和思辨能力 请留意 未有参加第一轮面试的同学 有机会在2020年7月27日进行面试 第三方面 选择科目的优先次序 也会影响轮选结果 放榜之后 大家可以在7月25日或之前 最后一次更改选科 或确认原本的选科次序 提提你 要记住将港大中医放Ban A 我们才会考虑取录你 掌握这三方面 轻松完成港大中医申请 有关港大中医的收新资料 请密切留意我们的网站 或用电邮和我们联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